大家好,我们要报告的主题是,世卉红学 我们的内容主要分五个部分,研究动机与目的 很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动机 是的,最近AI发展迅速,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 那有什么比较知名的技术呢? 有啊,例如确gbt或是AI绘图等等 那可以详细介绍一下AI绘图吗?因为我不会画画 请继续看下去,我们将会详细介绍 我们想探讨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项 是铁人三项吗? 怎么可能,当然是以下这三点 AI绘图能复制作游戏,不同关键字来的影响 以及绘图中可能会出现错误类型 关键字分析 这是制作全部场景及角色所使用到的关键字 场景生成的部分,我们挑选其中一张场景作为展示 下面为所使用到的关键字 以英文书写让AI去做判断 红色为主要关键字 缅绘理想场景的大致模样 蓝色为辅助关键字 是用来修饰细节使图片趋近于理想中的模样 再来是人物生成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以红楼梦为主的故事 所以汉服作为人物其中一个的关键字 再根据每个人的个性 给予不同的特征 因游戏的需求 所以我们制作成白色背景的全身人物图片 这是主要人物所使用到的关键字 例如年纪、发型、眼睛、衣服、头发颜色、表情等等 成功率分析 想请问一下左边这张图是以什么来区分为这三项 有没有什么图力进行展示 有 有31.9%的图片归类为可以直接使用 而使用修图软体工具可轻易修改 以及只有上半身的图片 例如上图 则会被归类为需要修改细节 那为什么只有半身的图片也能归在此呢 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 先生成上半身确定细节 再去延伸下半身 可以增加图片的成功率 不能轻易修改的定义是指 构图上有严重的缺陷 或是需要时间大量修改 才能够做使用 请问这最容易失败前三大项有什么原因吗 有 第一个为首的部分 例如手指融合跟姿势不对 第二个是背景 因为背景与人物大幅重叠 在修图软体上 无法轻易修改 第三个为人物重复出现 如果是以上这两张图 因为大幅度重叠 所以被归类为无法轻易修改 以上这三个原因 皆都需要重新生成 才能够做使用 系统展示 我们的游戏包含剧情与对话 把上述图片做成人工 AI以及Q版的游戏版本 玩法操作都相同 只是图片有所不同 我们觉得这样有助于玩家进行比较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每个关卡吧 第一关 宝玉半袋玉赞花 我们以接花瓣来呈现 使用滑鼠左右移动 接取花瓣 接到花瓣加分 接到三次数字的失败 我们在指定时间中 达到指定分数则获胜 第二关 刘老老进大观园 我们以大家来找茬来呈现 把具体中的食谱 分成六块碎片 在三个场景中 各放两个碎片 让玩家寻找 在指定时间内 找到碎片则获胜 第三关 假探春敏慧心理 我们以翻牌配对来呈现 把剧情中提到的植物 呈现在游戏的卡牌上 以滑鼠点击卡牌 在时间内配对成功 则获胜 结论 在还没有熟悉使用电脑灰图前 此时AI灰图软体 可以起到很大的效果 能够快速的生成图片 但因为AI 并不能得知每个人确切想法 因此下的关键字 会对图片的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我们生成了一千多张的图片后 发现有时候 AI会因为背景太空 导致我们出现的图片结果 跟预期的图片结果 并没有完全相同 因此我们认为 AI可以用来实现灵感 但就目前的科技而言 还不能准确实现 更细节的部分 人需要人进行编修才可以做使用 谢谢大家